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 从前有一只不履盘山,饱受饥渴,非常虚弱的虫子昏倒在路边 然后有一只路过的小蚂蚁发现了它 然后小蚂蚁非常着急地回到蚂蚁的巢穴 它叫来了许多许多的蚂蚁同伴,来到了虚弱的虫子身边 蚂蚁们开始救助虫子,有几只好心并且肺活量大的蚂蚁 开始轮流给虫子做人工呼吸 在蚂蚁们的帮助下,虫子恢复了体力 还没等虫子对蚂蚁们道谢 蚂蚁们就非常热情地把虫子请到他们的蚂蚁巢里做客 在蚂蚁巢里,蚂蚁们热情地招待虫子 还请它吃了好多好吃的食物帮助它恢复体力 不仅如此,蚂蚁们还集体给虫子做全身按摩,采背 开背,揉肩膀,足疗,刮痧,拔罐,推油 这样才能保证虫子的肉质最鲜嫩 啊,不对,是让虫子的身体最放松,从而恢复健康 这真是一个暖心的故事啊,真是一群正能量的蚂蚁啊 铁蚁们,你们觉得蚂蚁做得对吗?正道的光,照在了大地 这就是蚂蚁的蚂蚁